字幕提供 各位晚安 我想這個主題 我都想了一會怎樣處理 因為你知道 YouTube 有些人舉部黃標 都不是很負責任 你知道YouTube 都有偏幫岩絲的傾向 但我覺得都是要說的 因為有一個歷史的觀點去說 這個人在歷史上沒有什麼地位 但這個人的最後結尾 上天就作了一個很 相對來說我覺得是挺好的結尾 不是對他好 是對身邊、周圍的人好的一個結尾 這個人是李施燕 李施燕最後他的 現在我沒有最終知道他的死因是什麼 有人在驗 八鄉警署就整間封了 大家想想這個是不是巴爾哈薩 但是呢 我想李施燕和上個月突然間去了 那個閃責症 閃責症是11月26日去的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公眾的輿論 以至他們兩個人的壽命 你看到一件事是 你有時做得太多壞事 其實這個世界有命中有力量是不知道的 而且很坦白說 因為閃責症和李施兩人是乳母 沒錯他們將會是遺臭了一段時間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在歷史的場合來說 我猜他們就是 他們去的時候被人恥笑了一陣 然後就留下一個記錄 但是呢 會不會去到 如果林鄭月娥這種級數的人一去的話 將會是一個點的下場 以及在歷史上終於留什麼位置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有趣的 就是對於一個讀歐洲市的人來說 嗯 大家更期望那幾個大摩托 就是林鄭月娥、梁振英、董建華這些 我猜他們就真的會很嚴重 如果真的出事的話 首先 你說 閃責症 李施英的人下場好不好 閃責症 只有六十四歲 以現時的科技 以現時人均壽命的六十四歲去 不是一個很長壽 即是有時候你要看命理來說 什麼叫長壽 你一定要看當時的 context 即是 context 即是 context 即是 context 譬如以前的六十四歲 我可能已經不 即是多少歲去長命 但如果在現今來說 所謂長壽 可能是八十歲才叫長壽 所以你說怎樣去看命理 這個人是否長壽 你一定要看那個 context 即醫學的槍名程度去看這件事情 那 閃責症 64歲 不知之前是洗腎還是什麼 然後上個月底就去了 李施英還在這裡 即是要悼念他 其實閃責症這個人 他去的時候應該早就要燒炮獎 說真的 我猜 因為這個人的問題在哪裏 現在真的可以蓋觀定論 這個人是最早在網上發動網軍 去批鬥異見人士的人 我猜什麼叫愛港力 那些最早搞出男士團體 那時候叫愛港力 其中一個有份搞的就是閃責症 閃責症其實 大家沒有什麼人知道的情況下 他去了 其實那個已經是對他好的 閃責症這個人的罪責 有更多的事情要等他去算 只不過 如果不是李施英 去得這麼奇怪的話 我猜到沒有人會去算 閃責症那筆帳 閃責症這個人 是應該要算的 現在 閃責症 64歲 他不算長壽 這樣就去了 接著你說李施英 李施英 第一去得很突然 第二就是懷疑他跟這個 這個病毒感染有關 現在還未知道 因為這些事情 你真的要最後驗了才知道 老實說 但是看到很多人 很慶祝 但是我看過Facebook 整條new feed 差不多 真的 是到徐小峰氣氣揚揚的地步 我想對很多藍絲的人 他們現在正在爬底 什麼叫做公道 什麼叫做天理 有時候就是這些 天理在於人心 為什麼李施英 這個 我想他也不算是大人物 李施英是眼頭珠 說真的 為何這麼多人 他爭到入骨 其中的原因是他做的事 真是屢恨不義 他做的事很壞 他做眼頭珠 他每次就是怎樣 那些最不應該做的事 最不應該說的事 就全部在第一時間做完 他就像文革的紅衛兵一樣 擦共產黨 擦得這麼噁心 擦共產黨擦得這麼噁心 其實每個人 心裡面對他有個盤算 所以你看到他的花名很差 而且這些東西 現在互聯網現代 大家會記住 其實不會不記住 實記的這些帳 我想中共那幫人 經常覺得 我可以散改SEO 用SEO做臭 一個人的肚子 毛中生有 亂說24 但問題是 你始終是用機器做出來 你不是真的有真人去幫你做這件事 你不是反映他真實的人心 真實的人心 你看看甚麼是真實的人心 你看看 在Facebook上面 都有人對李斯燕的反映就明白 當然藍絲一定覺得 好像哀號一樣 但問題是 你看回大部分 不要說黃氏 稍為偏黃的人 都覺得這個人該死 甚至有人覺得 李斯燕也不是主菜 是百鄉警署才是主菜 我想由李斯燕這件事去看 有些人 所以我說 如果你這件事 這一集都黃標的話 我只能說 甚麼呢 就是 中共是不理天理 也不理民意的 其實 你覺得就是 我有權大殺 你繼續去這樣玩 你可以繼續這樣做 當然 我相信你們看到這集還沒有黃標 你知道黃標有追溯機制 其實我知道 近年的黃標是怎樣 很多是廣告商主動投訴 那究竟哪個廣告商這麼喜歡投訴 這麼有閒情日誌 我就真的很想知道 其實這個是很不透明 其實哪個廣告商 開始投訴 其實應該是 那個 內容創作者 是有權知道的 沒有理由不知道 還有哪些公司 在那裡揽動過投訴 要不然 難道又是要叫特朗普 跟他出來抽乾絞斬嗎 我想有些事情 我覺得是可以公運的 其實是 李斯嫣這件事 為什麼 就是對大部分人的死 都是rest in peace 大家都會說R.I.P. 但是為什麼李斯嫣是特別的 就是證明他平日做的事 真的很討人真 在討人真 到就是 他也不純粹是一般的討人真 他是因為他幫政權打手 做得太噁心 而這個政權不得人心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投射 大家是一個發洩的對象 就是這麽簡單的事情 亦都 在我的程度上 就是上天是很公平的 其實上天 這個是共產黨人一直都靠抗拒的 我很記得十幾年前 即是四川 文川大地爭的時候 包括我在外 李懿 我記得李懿說的 天險論 什麼叫天險論 就是四川文川大地爭 那個天險其實是什麼 沙漢市都說 這個是一個卡馬 為什麼這個卡馬 是因為 你中共對藏區的人民不好 上天的一個回應 什麼叫上天 很多人 這個卡馬是很抽象的 如果我用一個電腦人的解釋 就是 其實 我們對這個世界所知的事情 其實我們好像一個黑客人 用Reverse Engineering 所知道 所以我們知道很少 Reverse Engineering 所得出來的東西 都不會是原裝最好的 一定是欠近一點 玩過Hacking 就知道 我們人類對上天的理解 由命理到術數到科學 其實都是一個Reverse Engineering 你用這個看法就明白 例如 為什麼會有 所謂天險 為什麼會有暴應 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解釋不到 科學好像解釋不到 因為人類的智慧有限 我們 只不過是一個很流的黑客 上帝 我們是發明了一個很完美的東西 給這個世界 只不過就是我們不明白就不明白 就是不明白 代表那件事不存在 你不要搞錯 不明白 只不過我們還未知道 確切原理在哪裡 我覺得上帝也未必想 我們知道確切原理 因為如果知道確切原理 就有人會 為何以為擾澳而行 為何以為逆天而行 是沒有問題的 有些事情都要講基本的公道原則 我又未去到 異形普羅米修斯系列 就是外星人創造人類 然後怎樣 要弄異形出來 原本是為了毀滅人類 我覺得又未去到 這麼正確的地方 那就是很正確的 理論 異形那個是超正確的 有機會 異形系列的世界觀 或者哲理觀 就是很正確的 這就是後話的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討論異形 雖然那些人都跟異形沒有大分別 那很好實說 李斯煙 對他算不算不得善終 都未完全是 即是 在歷史上 甚麼叫不得善終 我也可以討論 這是一個歷史的項目 如果你說歷史上 真是去到不得善終 是甚麼地步 是 你不會 選擇證也好 李斯煙也好 他都始終是 怎麼說 他怎麼說 去到醫院和平時期 家屬可以認屍 可以跟他做喪禮 當然敢不敢做公開做喪禮 我選擇證很明顯 他已經不敢 你更加不要說李斯煙 李斯煙我看拍有公開喪禮 整班人 整班人都說你限不限聚 應該全部走在寧堂門口 播起起樣樣 我看法會這樣 但都未至於 去到密索里尼 密索里尼加油站 這件事是我最初我提的 我經常說這件事 其實是我在文字版 密索里尼加油站 是一個點的一回事 就是 大家知道密索里尼是 意大利的首相 他不是總理 他是首相 因為意大利 在1943年之前 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 什麼時候意大利做總理呢 阿密索里尼是1943年之後 意大利北部 納粹德軍進軍意大利北部 然後成立意大利 扶植一個傀儡國家 叫意大利社會共和國 那個時候就沒有了君主制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討厭密索里尼 就是密索里尼去到 承入意大利社會共和國之後 實施一件事 叫做瘋狂統治的事件 真是瘋狂統治 不單是密索里尼 才遭遭押運 意大利原本很多事情都是 比如對著猶太人 是留有餘地的 基本上 那接著那些瘋狂統治是什麼呢 就是 鎮壓異己 隨便捱人 有這麼盡 因為德軍支持 納粹德國最混蛋那套 直接引迫意大利 因為你要知道 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 仍然是兩回事 當時其實 德澳合併的時候 澳地已經在走法西斯主義 接近意大利那套 但當時有些事情都留有餘地 比如對文化藝術 都留有餘地 全部不會去到這麼盡 但去到納粹主義就去到很盡 譬如捉猶太人去殺 破壞猶太人的店舖 將異見人士送去集中營營 這些事情 有這麼盡去到這麼盡 接著意大利人 就見識到納粹主義 就很噴嚕 法西斯主義 是否沒有文義基礎 又不是完全沒有文義基礎 當然他是一個混蛋 但是 他當時是有些文義基礎 不然物索你來之後 他那些親屬都不會再教 即是那些右派政党 都不會很接近法西斯 他不會正式法西斯 因為意大利也禁止 但是去到 意大利社會共和國 覺得就是 完全 意大利人覺得 要加入共產黨 又激怒 因為意大利北部 那些是有錢地區 意大利南部是很窮的 北部是工業區 越北部越有錢 越近阿爾卑斯山 越有錢 到今時今日都是這樣 越近阿爾卑斯山 即是意大利最有錢的地區 是港特曼的 即是在意大利東北部那裏 那裏接近澳地利邊境 那裏是德宇治治區 那裏是比較特別的 那裏是南梯樂 南梯樂地區是很特別的 非常有錢 但是他是講德文的 因為他是以前澳地利的領土 是基於國防需要 一次大戰後 割讓給意大利 所以二次大戰後 他跟南面隔離 應該一起自治 因為那個是現代意大利之父 他自己覺得 我自己的省份都想人自治 不如一起享受這個自治 所以那個是很特別的 那個地區是 意大利不理他們外政 不理那幫港德語 北汶那幫外政 不理的 一向都不理 他只是理 總之他跟澳地的簽約 總之就是 我不會讓你接受意大利文化 但為何意大利人可以寬容到這個地步 其中的原因就是 因為意大利社會共和國 那些殘暴統治 他們覺得 我們沒有可能再做 正確一樣的事情 那是不行的 所以去到意大利 從默索尼走到墨索尼 是想走到瑞士 那時候 以前的大戰失敗 已經去到 德軍投降 已經知道沒有人支持他抬起 他抬得了冷氣 其實當時 去到意大利 二次大戰 最尾升的時候 其實 它這位美軍 都還沒有去到阿爾卑斯山區一帶 馬爾卑斯山區一帶是去到差不多德軍投降之後才離開 那時意大共產黨遊擊隊見到密索里的一行人 他們抓了這班人之後,美軍就不理 不理共產黨遊擊隊想怎樣處置他們 結果就全部丟掉了 他們當時的做法是這樣的 抓了密索里之後就丟在 在郵站那裏死亡最初 公開處決 接著就在米蘭一個郵站 這個郵站當年死過十幾個手足 共產黨遊擊隊在那裏示眾 其實他的意思很簡單 我們要報手足上天之靈 這就是 大家記住,意大利是天主教的國家 他們都有,共產黨遊擊隊都有這個理念 就是怎樣?要幫手足出氣 所以到後來 意大利也結束了君主立憲 意大利王國在二次大戰 政府不久就已經 君主立憲在南部還有市場 但是在北部完全沒有市場 在北部覺得你的國王是廢的 當年進軍羅馬給密索里空兩空 就把整個國家交給這條自由 搞得我們陷於火難之中 你還想留在那裏做國王 你回去早休息吧 結果就是意大利國王是一直流亡在海外 是不准回意大利 是去到後來 九十,去到上世紀 去到後來ECHR開始生效 就是因為歐盟的因素 他那些意大利國王的後人才能夠回到意大利 因為意大利人那種憤恨 以及當時意大利政府都要皇室的後人簽文件 就說他們要承認意大利共和國 他們不可以承認整個意大利的國家 就是財產什麼都不能承認 其實澳大利也有類似的合法 就是奧空帝國那些皇室 最初被趕出去的 他們回來的時候全部都要簽合合法 你不能夠承認你的政權 不准的 你可以做民選政客 但是你要承認黑色的政權 不好意思 但意大利皇室相對來說 你和麥索利利的下場 讓你知道什麼一回事 所以你問你先和閃澤政這個 是不是很值得慶祝 我又不會覺得很值得慶祝 如果由一個和幫手足報復的角度 我想真正的報應還未到 只不過這兩個就是魚毛 所以就提了 我猜上天就用一個這麼奇怪的方法 就是他們幫我做奇怪的東西 我給你一些奇怪的東西 就是閃澤政就 楊壽就只有這麼多 然後李思彥就用一個奇怪的方法離開 是這個意思 但是你問 其他那些人會怎樣 會不會得到 你自己可以想像一下 我想如果林鄭月娥有什麼三場兩場 一定是小炮腸的條件 但是我猜大家不會覺得 就是想像我離開的方法 跟李思彥一樣 一定不會 我想大家期望的是另一件事 就是有時怎樣 但是你可以看到文憤有多厲害 是真的很厲害 文憤是很厲害的 我看到的 但是你問是由一個歷史的角度來講 我只能說今天是令大家開心了一會兒 我只能這樣說 就是今晚我就說到這裡 我就是那句 我以前在報館做春瑩那時候排版 我做過報館 我最喜歡的頭條標題就是 沒有誰香港警導人暴斃 我覺得其實是暴斃益了那條路 我現在心想也是 所以那條路現在還未暴斃 我覺得有些人尊重這些更激的事 就是你當你讀的事 所以我想 很多納粹黨的人的下場 大家明白 為什麼納粹黨是尊重這個下場 或者譬如你為什麼喊貴曼 最後是以色列人親自綁架 綁他回來以色列人 由以色列人自己去審判 這個世界很公道 公道 正義 可能遲到 但是一定會到 這就是我今晚最後想說的 今晚節目時間到這裡 明早就再見